大陸乾旱災情持續擴大 潑牙湖水位創下71年來 新敵紀錄 電力持續吃緊 上海外灘地標 席燈省電 陝西甘肅開始向四川書店 美國首席防疫專家佛希 宣布12月結束54年公職生涯 離開政府部門後不退休 希望利用自身專業協助下一代醫師 法國7月通紅年增6.8% 總統馬克宏決心打通紅企業響應 包括連鎖零售業者加勒福 將凍結擺上商品價格 由商通透 貨運龍頭拿飛也都降價 新加坡將南同性鏈監性行為除罪化 撤銷備受爭議的法律條文 立下LGBT在當地訴求人權的一大里程碑 美國加裝蒙特利汽車州登場 許多頂級電動超跑 首度亮相 藍寶堅尼最新SUV在國際爬山賽 以10分39秒攻頂刷新記錄 布嘎里推出限量99輛經典敞篷跑車 馬沙拉蒂則主攻混動車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闻 頭條我們選擇的 您一定非常有感 就是8月底快9月了 天氣還是這麼的熱 那麼中國的乾旱 因為這波極端高溫越闊越大 已經釀成了中國大陸缺電的災害 中國大陸的中央氣象台 連續12天發布了高溫紅色的預警 我們看一下中國國家衛星氣象中心的監測圖顯示 中國第一大淡水湖 博洋湖水體面積 在100多天內縮減了66% 4月份是4000平方公里 到現在剩下不到600平方公里 創下了71年來最低水位 而限電危機現在在不同的省市爆發 像上海外灘已經連兩天熄燈省電 一片黑漆漆 而八成都需要水力發電的四川 成為高溫缺電的中國 重災區 除了讓企業讓電調整生產6天之後 本週再延5天 4000家企業讓電漁民 錯峰到夜晚生產 或者乾脆放高溫價 這已經影響了他們的經濟輸出 也恐怕會影響全球的供應鏈 而為了救四川 陝西跟甘肃開始向四川输店 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大淡水湖 鵬洋湖今年4月的衛星照 當時水體面積將近4000平方公里 100多天後8月22日的鵬洋湖 卻只剩下不到600平方公里的水體面積 縮減超過66% 同時這個水的顏色也從二季度的藍色 變成了淡黃色 讓鵬洋湖快速受生成閃電的主因 就是中國大陸近期嚴重的高溫乾旱 不但湖泊河川甚至水庫的水體快速蒸發 影響民生用水 境內八成用電來自水利的四川 更陷入嚴重缺電危機 當地商家被迫縮短營業時間 緊鄰四川的重慶更因為缺電 商場22號起每天只能營業5個小時 當局雖然緊急調動陝西甘肅的電力轉送四川 但仍有高達4000家企業 因為缺電改成夜間生產或者停產 員工被迫返家 現在企業已全部停產 員工已經放假 復電後我們將馬上復產 滿電滿產 高溫乾旱的另一個負面效應就是火災 重慶八南大足梁桐等區 從18號起陸續發生多起山林火災 雖然沒有釀成人員傷亡 但上百畝林地田地被粉毀 大批民眾被迫緊急撤離家園 重慶在夜空中火光頻傳的同時 上海外灘常年不墜的璀璨夜景 卻黯然熄燈 第一次過來我還想像著 這個燈是亮著的 然後結果過來沒有亮 同受熱浪侵襲的上海為了節能省電 從22號起連續兩天關閉黃浦江兩岸的景觀照明 連東方明珠都被隱沒在一片漆黑之中 暫停開放的話主要是塔身的燈光 以及戶外的信息屏 現在的話我們只保留了部分的 那個紅色的航空障礙燈 上海外灘的省電席燈會否持續還是未知數 但民眾舉雙手支持席燈 沒有亮也有沒有亮的一種感受吧 我也覺得挺好的 那如果我們找一些舉行這樣的活動 其實對於我們整個大環境來說 還是非常非常好的 當各地因為缺電限電導致部分生產與商業活動 按下暫停鍵之際 中國人民銀行22號宣告條降貸款指標利率 也就是LPR 此次LPR下行 是貨幣政策鞏固經濟恢復基礎的針對性舉措 能夠著力推動企業綜合融資成本 和個人消費信貸成本的下降 並將有效激發中小企業等微觀主題的活力 其中作為一般消費與企業貸款利率基準的 一年期貸款利率 從3.7%降至3.65% 至於作為抵押貸款基準 也就是買房貸款基準的五年期貸款利率 則從4.45%降至4.3% 這是中國央行今年以來第三次調降基準貸款利率 而且對五年期的中長期貸款調降比例更高 專家指言目的就是要拉抬低迷的房市 同時鼓勵企業投資 鼓勵企業進行中長期貸款 同時開展中長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其他的投資 將引導金融機構降低新增和純量貸貸的利益 降低貸貸貸 降息之後 民眾買房假如貸款100萬人民幣 分期30年 每月交款只能減少約88元人民幣 也就是388元台幣左右 30年下來減少的利息大約是3萬人民幣 差不多13萬台幣 這種幅度的降息刺激分析師坦言不夠 在最新的GDP增長率只有0.4% 遠低於預期下 當前的高溫乾旱雨限電更是雪上加霜 大陸的經濟前景短期難樂觀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整個北半球就跟剛剛報導裡面的中國一樣 受到極端高溫的影響 現在農作物收成受到明顯的衝擊 比利時的蘋果 提早落果 埃及的芒果 經歷最慘的收穫劑 損失七成的果實 而引進新品種 加強氣候適應 那麼必須要讓生產恢復正常 在面臨氣候變遷加速挑戰下 農業的科技勢必要突破 英國皇家植物園 嘗試複製大規模銷身的 典型美國野生草原 把1200萬顆種子 移民三年之後 證實成功存活 接連第二個酷熱夏天 比利時蘋果提早三周開始落果 儘管甜度高 但提早成熟的果實 不僅拽斷枝條 晒傷疊傷的蘋果也不好賣 趕緊製成蘋果汁 希望減少一些損失 全球各地農人們堪稱 近年來極端氣候最大災民 若地表植物們無法適應氣候變遷 全人類缺糧將成為殘酷的危機 乍看之下是美國草原的典型植被 其實地點在英國 人類發展農業 自己想要的農作物 卻挨不過氣候變遷 為保存典型的美國野生草原生態系 英國倫敦南方的皇家植物園丘圓 花了三年時間栽種 來自芝加哥大草原的110種植物 使用1200萬顆種子 觀察它們被移種到其他地方之後 授粉過程與生長的適應性 習慣美國寒冷乾燥冬天的野生草原植物 熬過了相對溫暖潮濕的英國冬天 又遇到攝氏40度的高溫酷暑 幸好8月中終於降下大雨 看來這些多年生草本植物 已逐漸熬過適應期 開始在移民後成功存活 渴望為減少地球二氧化碳濃度 作出貢獻 而能餵飽人類的農作物呢 埃及芒果農門在去年 慘遭酷暑教訓後立刻調整 埃及東北部的伊斯美利亞省 生產全埃及三分之一的芒果 全盛時期年產兩百萬噸 但2021年酷寒冬天過後不久 就是高溫夏天 春秋過渡期縮短 芒果農門損失七成作物 採收的芒果也很快發霉 難以保存 當地芒果農門除了修剪 施肥改善果源通風 也引進國外植栽較矮的芒果品種 雖然需要增加溫室成本 卻減少了使用沙虫劑的費用 今年埃及芒果終於恢復產量 不僅再度成為賺外匯的重要出口產品 也吸引國內外遊客 氣候變遷催促著農業科技發展 農民們也無法沒守成規 必須積極硬電 才能保障全人類不要餓肚子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全球歐戰這個星期是要滿半年了 戰爭還持續 美國情報顯示 俄軍可能在未來幾天對民用基礎建設 還有政府設施再發動攻擊 烏東前線的城鎮是永無止境的轟炸 而且已經出現了供水短缺 因此他們得靠過濾河水 才辦法有飲用水 這時候有一個隸屬於俄軍精英部隊的士兵 在社群留下了上百頁的前線回憶錄之後 逃離俄羅斯 他在秘密地點接受西方媒體的訪問 表示攻打烏克蘭一切都是謊言 俄軍根本沒有向官方宣稱的解放烏克蘭 只是破壞烏克蘭的和平日子 數十輛遭摧毀的俄羅斯大炮坦克 綿延烏克蘭首都基辅市中心 通往獨立廣場的赫雷夏地克街 24號 烏克蘭就要迎來俄羅斯入侵六個月 基辅刻意在主要街道展示烏軍在戰場上的成果 8月24號這天剛好也是烏克蘭從蘇聯統治 獨立三十一週年 不過基辅怕俄軍 藉機發動攻擊 禁止首都舉行慶祝活動 其他地區也禁止集會 第二大臣哈爾科夫宣布夜間宵禁 美國官員警告 俄羅斯計畫在未來幾天 對民用基礎建設和政府設施發動攻擊 烏克蘭官方指 俄軍持續轟炸烏東和烏南 包括攸關農產品出口的奧德薩地區 以及歐洲最大核電廠所在地 扎波羅勒的北部和西部城鎮 美國總統拜登週日特地致電英國 法國和德國領袖 憂心核電廠周邊砲擊 呼籲聯合國監管機構前往視察 除了核電廠這個火藥庫 烏東前線城鎮 現在更面臨新的問題 缺水 城市斷水 住在公寓斷源殘壁中的居民 只能靠救難人員從河水汲取 過濾 然後分配 烏戰進入第181天 俄羅斯口中的特別軍事行動 根據聯合國 造成5587名平民喪生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也首次透露 軍方近9000士兵陣亡 俄軍未公開數據 無防估計4萬5400人戰死 一名隸屬俄軍第56敬衛空中突擊團的精英散兵 在前線達了兩個多月 但兩週前 他在社群上PO出長達141頁的前線回憶錄後 出逃俄羅斯 他是第一位站出來公開反俄的俄國士兵 在隱秘地點接受CNN專訪 就怕遭到莫斯科當局鎖定 烏克蘭全國上下和俄軍士兵在第一線苦戰 不過遠在莫斯科的俄國人 卻說戰爭對他們的生活幾乎沒有影響 相對烏克蘭人的苦難 俄羅斯人享受夏日陽光 除了出國旅遊或留學 幾乎感受不到西方制裁效果 週一是俄羅斯國旗日 白藍紅三色的旗幟不只在俄國境內飄揚 俄軍占領的馬里烏普爾等地 也舉行相關慶祝活動 俄羅斯總統普京特地錄製影片 表示俄國是強大獨立的世界強權 在國際舞台只堅定奉行符合祖國根本利益的政策 讓烏戰至今看不到終點 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在烏戰持續的這一年 回顧歷史上有無數的戰爭 而中日戰爭裡面曾經有一段叫做長城戰役 中國大陸有一個歷史學者在萬里長城考古當中 挖出了舊日軍的遺骨和遺物 在媒體協助之下 戰死士兵的後代跟學者聯繫 表達希望能夠把親人帶回家鄉 同時也機會教育下一代和平的可貴 這個歷史學者目前在長城進行導覽 強調戰過的血腥和可怕 穿過山林小徑 登上壯麗雄伟的巨龍 紛亂的歷史進程中 萬里長城總位中原抵擋外來侵略者 指添許多中國學童來此 為戰死將屍獻花 領頭的是研究抗戰歷史的民間學者楊國慶 15年來他致力於長城戰役 也稱長城抗戰 1933年魏滿洲國擴張勢力 與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圍繞長城展開多場戰役 兩邊戰死數千 最後雙方簽署堂姑協定 達成停戰共識 多年來楊國慶主要研究長城戰役的中國背景 卻沒想到在考古工作中 發現了舊日本兵古海語遺物 充滿歲月痕跡的兵器牌上 依稀能辨識出不似一字樣 代表舊帝國陸軍步兵第41連隊 另外也起初因為荒木印章 甚至在其他士兵身上找到驚訝 日本9HK電視台採訪團隊來到了廣島福山 這裡是41連隊的基地 研究學者也確實在陣亡將士名部裡找到一名姓荒木的戰死者 學者表示長城戰中41連隊陷入近距離激戰 雙方都試圖以手榴彈佔領優勢 在學者協助下 採訪團隊找到41連隊犧牲士兵 拔田喜平的家屬 家人滿心悔恨 拔田家 茁壯到玄孫世代 無奈仙人永遠不能含一弄孫 而那顆金牙 根據當時家庭經濟狀況 極有可能就是祖父所有 透過接洽 拔田家第一次與楊國慶聯繫上 對先人客死一鄉的不捨 與期盼遺骨 未來的迫切 另學著動容 而拔田家也決定帶著後代 追逐家族歷史 誰來的 這位最最後的照片 還沒回到嗎 還沒回到 我沒回到 我根本從萬里的崇像地死 我沒聽過 老爺 中國人 正直地管理他們的 我聽說 我看過要跟遺棍做 會很重要 我正在發生 如果知道的話 殺利的話 也沒辦法 因着亲人战死沙场 八天家 机会教育 人应当彼此了解 尊重 以减少冲突产生 共同追求和平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 杨国庆正在对小朋友 解说长城战役 并介绍旧日本军的故事 毫不在乎所谓的政治敏感 因为这个世界 需要的是透过理解 避免历史重演 血性冲突与人民损失 TVN新闻纵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关注新加坡 在性贫权的历史上 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他宣布要废除 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法律 让男同志之间的性行为 除罪化 总理李显龙 在国庆演说上指出 现在大部分的人 对于同性恋者的 接受度更高 因此他深信 同性恋除罪化 是正确的决定 不过新加坡政府 不打算开放同性婚姻 很多同志团体认为 这次的修法 已经是平权重要的里程碑 当然宗教组织强烈反弹 新加坡一年一度 国庆集会上 总理李显龙宣布将废除 大英帝国殖民时期 男性性行为入罪的法条 将同性性行为 除罪化 消息一出 全程紧盯电视转播的民众 又是掌声又是欢呼 喜悦一语言表 还有人拿起彩虹旗兴奋挥舞 许多LGBTQ团体 都为此决定感到欣慰 认为是新国政府 在同志平权 全面平等的漫长道路上 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这回废除的刑法 377A 根据条文内容 同志间的性行为 最高可被判处 两年刑期 虽然几十年 从没有人被定罪 但LGBTQ团体 认为长期下来 不断加深 对同性恋者的污名化 而该法条也和新加坡 开放多元的 全球金融中心形象 背道而驰 甚至有跨国公司 表示会阻碍招募人才 不过这回总理 李显龙也重申 同志性行为 除罪化 并不会动摇 新加坡婚姻的传统价值 言下之意 就是并没有 开放同性婚姻的打算 新加坡一对男同志伴侣就坦言法条的废除 对他们而言实质意义并不大 这对情侣 2018年在澳洲结婚后 透过代理育母的方式获得孩子 现在已经快要满三岁了 并在2020年初 因为工作的关系 搬到新加坡定居 然而同志家长的身份 让他们饱受许多异样眼光 对他们来说 同志家长的身份 在新加坡仍要面对许多歧视外 同志婚姻尚未合法 也无法取得婚姻保障的各种社会福利 像是公共住房补贴 或是为彼此的医疗做决定 目前新国政府尚未公布 确切法条废除的时间 另外也有超过八十个教会组成的联盟 共同发表声明 向政府的决议表达强烈失望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好 今天的Focus国际人物 是在全球 拥有全球知名度的 美国抗疫大将军佛西 他宣布年底要退休了 佛西今年81岁 他历任七个美国总统 那么他宣布在今年12月卸下公职 他不会再担任联邦政府的 首席医疗顾问 但是在他自己的 医学专业领域当中 他会持续实现生涯的热情 美国当下面对两大疫情夹击 包括快速扩散的猴豆病毒 那么佛西向来主张用疫苗控制传播 Omicron 亚变种 BA.5 已经占全美国确诊数将近九成 辉瑞和BioTech 向FDA提出紧急授权申请 所以次世代疫苗有机会在今年秋天开打 简单的素面西装顶着一头白发 加上略带沙哑的嗓音 美国政府的防疫大将 总统首席医疗顾问佛西博士 22号发出声明 宣布自己将在今年年底卸任 佛西博士声明中强调 自己只是卸下职务 并不代表退休 还会在医学界服务 佛西博士表示 会继续在自己的领域中 实现对生涯的热情 现年81岁的他 从雷根总统时期开始 连续担任七位美国总统的顾问 服务超过50年 早期从艾滋病毒开始 后来伊波拉入美 再到近年的新冠疫情爆发 他成为家喻户晓的防疫大将 却因为和上任总统川普 意见相左卷入政治风暴 从川普任内开始 佛西博士被反疫苗团体 视为眼中钉 他提倡保持社交距离 配戴口罩等防疫重要观念 都被拿来谩骂嘲讽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 佛西博士更多次 与共和党参议员保罗 激烈言辞交锋 保罗提倡群体免疫 还称佛西博士 必须为美国新冠死亡数字负责 让向来温文儒雅的佛西博士 也大动肯火 佛西博士近期接受路透社专访 是坦言年底卸下公职后 还是需要聘雇维安人员 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在拜登政府任内 佛西博士再度成为 总统贴身的防疫先锋 但在他卸任前夕 这场硬仗还没打完 眼下美国喉斗疫情 进入紧急状态 他主张以现有疫苗 作为对抗工具 拜登政府瞄准特定场合 送五万剂疫苗 到全国同治游行地区 大力推广喉斗防疫观念 目前全美喉斗确诊数 超过一万四千人 上周疫情集中在 北卡罗来纳州 有将近三百人 在短时间之内染疫 官方将疫苗改为皮内注射 只需五分之一剂量 盼望借此扩大疫苗接种率 而美国的新冠疫情 也还没结束 根据CDC资料显示 目前全美确诊的病毒株占比 仍以Omicron亚变种 BA5最高 占整体近九成 惠瑞和BioNTech 研发的新一代疫苗 已经向美国FDA 申请紧急授权 保障12岁以上民众 不受Omicron亚变种侵害 面对两大疫情夹击 美国却将在年底送走 守护全民健康的佛系博士 总统拜登22号发出声明 对佛系博士献上祝福 也大赞美国人民因为有他 能更加有韧性的对抗疫情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疫情之后我们继续再来关注 全球头痛的通货膨胀 法国现在采取做法了 希望零售业动涨 龙头加勒福响应法国政府的呼求 那么宣布店内百项日常用品 价格不会再上涨 最大的石油公司跟运输公司 开始调降价格 免得被政府征收高额的收益税 法国抗通膨政策 在这个阶段有点奏效 7月份的通膨年增率6.8% 是欧盟国家当中最低的 那么反过来看美国的通膨 完全没有减缓的迹象 联整会主席鲍尔 周五要发表演说 市场预期还会再加码升息 周一美股收黑 三大指数跌幅超过2% 而美国的民调显示 七成的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已经陷入衰退 或者一定将会陷入衰退 通膨席卷全球 物价节节飙升之际 法国零售业龙头加勒福 响应政府供体时间的要求 宣布店内100项日常用品 价格动涨 从食品罐头米到罐洗用品 统统维持原价 直到11月30日结束 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8月初提出了 200亿欧元缓减通膨的纾困计划 法案在国会 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 闲见朝野都将通膨 视为信头大患 马克宏政府下令 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 设定上限 法国最大的石油公司 和货运龙头 7月都宣布调降价格 否则将被政府 征收高额收益税 这些抗通膨的措施 显然奏效 法国6月通膨年增率 为5.8% 7月为6.8% 都低于欧盟 其他国家的通膨率 英国的在野党工党 也想起而效尤 呼吁保守党 即将选出的新党魁 在接下首相职务后 也能下令设定 能源价格上限 直到秋季结束为止 欧洲民众收到了电价账单 现在是一张比一张高 但比利时一群用电户 却因为对再生能源的投资 有远见 现在看到了成果 电费省了一半 SCHOOL 比利时的再生能源合作社 Ecopower 每年透过风力和太阳能发电 为5万5千户会员供电 每年用电2000度的用户 费用为570欧元 相当于台币1万7千元 再生能源合作社的电价 是以固定成本价售出 所以市场能源价格飙涨 他们的价格仍旧维持不变 美国在对抗通膨上 除了要求产油国增产稳定油价 最主要还是靠升息来抑制 联准会主席鲍尔 将在周五发表演说 市场预期会再加码升息 周一美股收黑 三大指数跌幅都超过2% 美国进入熊市后 投资人明显信心不足 经济学家也对前景不太乐观 最新民调显示 超过七成的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已经或是即将进入衰退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接下来疫情部分 这个阶段要看的是中国大陆 这个星期的疫情目前为止趋缓 北京上海率先宣布 9月1号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如期开学 但是在北京返校之前 师生要查验 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赶在新学期 中国大陆小学数学课本里面的插图 背批人物形象丑化的争议 也遭到陈储 就责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27个人 新版教科书改由中国大陆 中央美术学院来绘制 走的是中规中矩的中国风 今年港生报考中国大陆大学的人数 创新高有4890人 很多港生因为检疫通关有限额 没办法赶上中国大陆开学 拖着整箱产品走进医乌国际消贸城 21号起浙江医乌全域解除静默管理 商户们松了一口气 总算能正常恢复营运了 觉得很好很开心 就是说疫情过去了 我们生意可以正常了 就是工厂也可以复工了 原本还担忧再风下去 影响接下来海外耶诞订单 大陆本周疫情转向趋缓 22号新增1895例 其中1748例为本土感染 重灾区海南病例数降至千例以下 总体来看全程疫情已出现拐点 每日新增感染者数量连续4天下降 主要传播链基本阻断 海南疫情降温连日来备受抨击的 游客撤离问题也加速解决 许多自驾游客得以连同车辆一起放心 我们从30号来到 今天得到了能够领导的这个消息 我们都很兴奋很开心 在疫情降温的背景下 上海和北京率先宣布下周四 9月1号中小学幼儿园会如期开学 但在准备开学上都有相应的防疫规定 其中北京要求师生在开学前7天 做好日常健康监测 返校首日查验48小时 核酸隐性证明才能入校 开学前大陆教育部还得安排新绘制好的教科书 感得及新学期 新绘制的插图在整体上力求体现 中国风时代感精气神的风格特点 中规中矩的插图找来大陆中央美术学院团队绘制 期间经过七次修改三次送审 才完成最后版本 如此谨慎就怕再被抓漏 今年5月网上抨击直属大陆教育部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数学教科书插图 不仅人物形象被丑化 内容更被质疑涉及不雅行为 教育部加入调查近三个月后 星期一通报调查结果 说原来的插图人物 没有恰当体现出内地少年 同意和阳光向上的形象 制作的专业水平不高 教科书插图引起渲染大波 现在大陆教育部也针对人民教育出版社 总编辑等27人就责 插画作者和艺术顾问工作室 更被禁止再从事国家教材设计绘制 开学在即各项准备就绪 不过一批在大陆上大学的港生 却急如热锅上蚂蚁 由于大陆香港两地检疫通关 每天都有限额 不少港生藏不到名额 这位港生Daisy 28号必须到中国政法大学报到 加上隔离期如今已确定赶不上 幸好学校同意她延后报到 今年报考大陆大学的港生有4890人 人数创近年新高 两地的通关问题在开学前夕再度被凸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国际车展现在重回舞台 迎战特斯拉转向电动车发展 美国福特汽车周一宣布 裁员3000人削减原来要提升竞争力 那么削减原来的成本来提升竞争力 那么各大车厂都有通膨的压力 电动车的需求热度不减 2022的车展是在美国加州蒙特利登场 全球奢华超跑品牌云集 现场爆满 知名车厂包括蓝宝坚尼和布加迪 都曝光最后一款的内燃引擎车款 加州本土的新创车厂是以创新取胜 有3D列印的技术和可以回收的材质 打造高性能的车款 KIA纯电跨界休旅性能版总算亮相 百年历史的西班牙车厂西斯巴诺苏沙 也带来全新纯电超跑 这台酷炫的无人概念车 则是美国林肯汽车打造 庆祝一百周年纪念 2022加州蒙特利汽车周登场 积满大批人潮丝毫秀不出通膨压力 也让各家豪华车品牌使出浑身结束 蓝宝坚尼执行长亲自现身会场 不只和自家60周年的logo合影 更正式亮相最新休旅 EUROS Performante 这台进阶版 最近才在派克风国际爬升赛 以10分39秒刷新供顶记录 起价26万美元将在年底开卖 同样为内燃引擎画像据典的 还有法国车厂布加迪 以自家经典超跑骑龙 打造全新敞篷版W16Mistra 尽管要价500万欧元 但全球限量99台已经销售一颗 另一间意大利车厂马沙拉蒂 不走混动路线 旗下车款不是用标准引擎 就是纯电动打造 给客户绝对选择权 加州本土的新创车厂布黄多让 陆希德亮相全新豪华轿车 超过一千两百匹的马力 售价二十四点九万美元起 另一间洛杉矶新创则利用3D练影 轻量的回收材料来打造超跑 贯彻永续理念也兼顾性能 他们秀出最新车款 时速0到100只要1.88秒 售价200万美元起跳 混动和纯电占局打得火热 美国汽车大厂福特也最新宣布 要大刀阔斧提升竞争力 福特透过员工信发布消息 表明要将重心转移到电动车和软体 继续对特斯拉下赚铁 福特还指出 目前的成本架构和其他竞争者相比 太没有竞争力 消息一出 拖累福特周一股价重挫超过5% 同样加速电动车发展 另一个竞争对手通用 已经在2018年大砍1.4万名员工 只是这几间车厂 接下来还得面临新的挑战 全美汽车工会担忧 专心电动车发展 代表着制造业工作机会变少 再加上电池原物料和运输成本上涨 势必让各家车厂持续承压 QV新闻综合报道 关注美国 中南部很多州持续遭受到 强降雨的袭击变成了洪灾 空拍画面上看到 洲际公路其中一段整个被淹没 轿车几乎灭顶 救难人员还要涉嫌游泳 抢救受困民众 美国达拉斯北部遭受千年一遇的暴雨 淹大水 德州三小时就降下180mm的雨量 部分地区积水深达40公分 民众抱着毛小孩急忙逃命 让人措手不及的强降雨 造成美国中南部爆发洪流 新墨西哥州有150人受困在国家公园内 尤他州国家公园更有邓山客 不幸被山洪卷走 下落不明 压利桑那州每一个观测站 降雨量都超过平均 风暴接连不断袭击 民众担心提防可能被冲毁 气象预报警告 这波降水移动缓慢 未来一周恐怕还会有灾情 TVB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下回